我叫熊晓荣 是一位功夫小子 在外洗五十年 武术不仅磨练了我的意识 更是增加了我的体货 还增强了我的信念 对于我来说 武术是我梦想的一部分 我今天要拿出我所有的绝活 大家等着看吧 太棒了 我们这位毫无疑问啊 对不对 是一位少林的练家子 少林弟子是不是 对 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好不好 来 大家好 我叫熊晓荣 今年九岁 洗五十年了 好 这一次为什么来我们的跨时代战术 因为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 全世界都知道你啊 是 都知道你什么呀 都知道我的神度很厉害 说到了我们今天的挑战的项目了 那就是用肚子吸碗 大家可能或多或少会看到 这样的一个绝技的展示啊 那这样呃这个项目本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啊 稍后呢我们请曹老师好好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今天就带着这样的一个呃绝技 啊不是 还有猴拳 练了几年的猴拳了啊 两年 两年啊 需要我怎么样的配合吗 需要你 你陪我一起做动作就行了 大哥我怎么可能跟你一起 你你做的动作都高难度啊 我做不了啊 跟我学一下就行了 学一下 我先看一下你的感觉好不好 如果ok可以的话 我也可以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个猜评团的嘉宾一起上台 好不好 好好好 来我们看一下 小熊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少年猴拳的展示 小熊同学,没带来的 小熊同学,没带来的 小熊同学,没有带来的 小熊同学,没带来的 这段喉拳啊 表现的一瞬间 仿佛让我们置身于 花果山水连洞一样 教我们一两个喉拳的 标志性的动作好不好 好 我们请上三位老师一起上来 跟你学好吗 好 可以啊 可以 好 来 我们掌声有请三位 准备找出的心灵人吧 你看啊 我们的一个少林弟子 小熊同学的一段精彩的喉拳呢 把我们所有菜评嘉宾 全都喉上来了 教我们几个简单的动作 好不好 哪一个 先给我们来一下 这个太简单了嘛 对不对 谁先来 那就甜甜吧 先来吧 你先来 我觉得这个技术要领呢 就是首先面目表情得到位 嗯 好 面目表情到位了之后 好了 我开始 还有动作啊 来 向前啊 首先我们看一下 女子组 高跟鞋猴王 来 老师在前面再做一遍哈 我们看一下你这两个徒弟 做的怎么样 好 啊 啊 哎呀 你们嘴里是吃了什么 不消化的东西了吗 啊 那接下来我跟曹老师 好不好 男子组男子组嘛 来吧 男子组啊 我们一起啊 三 二 一 走 这是什么要怪 什么要怪 什么要怪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小老师 也谢谢三位的精彩的展现 谢谢